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人犯罪不觉得是罪 觉得是人权 是我的原有的利益 我要得回来 不是的 人今天因为自己可以把握着一切 才没有像神那样的亲近和依靠 对付罪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操练 不但是我在信主的那一次我对付罪 在我这一生的道路里面犯有不义的事 任何是拦阻生灵工作的我都要对付 我因为信成为一个神说喜悦的人 这怎么说法 因为根据希伯来书第十章第七节那里所说的话 讲什么呢 人非有信不能讨神的喜悦 你信他就高兴了 浪子一回头 父亲就高兴了 因为称义的人是神喜悦的人 所以义的意思是神说喜悦 我为什么要奉献十分之一 你不奉献十分之一 也可以过日子过得蛮好的嘛 样样都很好 不 你奉献十分之一 叫神喜悦 神一喜悦 马上把天上的藏库的门打开 窗户打开 将夫妻穷倒给你 甚至无处可什么呀 可用 音信成义是原则 主办的义是细则 所以这个我们要放在心中 到教会 安时聚会 这是主办的礼 这是我们所学习的功课 讨神喜悦 我做事是讨神喜悦 神喜爱 人喜爱 不仅是讨神喜悦 也讨人喜悦 叫人不要讨闲 不要讨人厌 什么叫做罪 弟兄姊妹什么叫罪 罪这个自原文 这是什么 哈马提亚 哈马提亚意思就是说 我射几的时候 要种这个敌 射箭的时候射到哪一点 这个叫做种敌 没有种上去叫失敌 我用这个做比方让大家看 知道罪没有正中在神的心意上 说除了我以外 你不会有别的神 那我就把一切的东西都对付清楚 然后我专专地来侍奉神 以神为第一位 四条件是叫我们第一步选补 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的神 你们不可亡称野化的名 你们不可拜偶像 你们当守安息日 要孝敬父母 不可偷盗 就是要和不可之间 这是罪 罪的东西我们必须要对付 按照圣经上说 罪是由什么来到 由一人来到世界 由亚当来的 凡是亚当的后裔 没有一个人不带着罪 这个罪叫做原罪 我们原来都有原罪 我们今天是靠着基督的宝血 吸进我们的原罪 我们是亚当那边生的人 但是还有本罪 本罪是什么 是我自己的意志 情感 引诱我去犯的 什么叫做意志和情感 我们平常这个字也叫做情绪 英文有一个字叫做emotions 撒旦引诱他犯罪 先叫他的意志软弱 原来他有坚定的意志 神说不可一吃 绝对不可 魔鬼这么讲 然后把不可绝对变成相对 你神他有一定藏着一些好的东西不给你 所以你吃了之后和神一样 就是说你要做神了 我们在教会里边做事 常常照着自己的意思做事 自己的意思来决定 这样产生什么 产生斗争 所以这个是罪 这些东西来是人的意志 和他情感里边所发出来的 那么我把这个情形讲出来 大家就明白 什么是罪 罪就是 做神不要我们做的事 简单一句话就是这个 罪会在我们心中做主 做王 罗马书的开始就是讲罪 罗马书第一章一开始就是讲罪 所以我们首先要在罪的事情上 要认识什么是罪 在对付罪的光景之下 常常落在一个光景里面 就是罪残累我们 所以希伯来书要讲我们 那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很多习惯 习惯了以后容易残累 这个是要拜托 常常要求神来帮助的 人要问我说 你什么东西不可吃 我说牛肉不可吃 我的余师母在旁边 他会说 他自从他胜死之病 医生告诉他不可吃 牛肉 但是他还偷偷地吃了多少 几十年 我用这个做比方 我们对付罪 要对付得清楚 因为罪容易残累着我们 昨天晚上 我们也讲到最其中的另外一个东西 就是他的惰性 对不起 我们成为习惯了 成为习惯之后 这个习惯就是 经济地抓住我们 就成为那容易残累我们的罪 所以这个是一定要对付 常常仔细地对付 一个人的灵命 一个人被圣灵充满 你要被圣灵充满 一定要对付你的罪 当一个人信主之后 他深深地感受到 我该长进些什么 那么这是常常叫信徒困灰的 他知道之后 不得其门而入 我有很多时候 人来问我 我怎样可以被圣灵充满 甚至问到说 我怎样才能有圣灵的恩赐 人知道听说了 我怎么没有呢 因为这个我们要明白 其中的真理和其中的教导 既然我要知道 这个追求的方法 因为我还才能教导别人的方法 当我自己被圣灵充满的时候 我事前没有一个理论 也没有一个根据 只知道在主的面前 对付罪对付罪 圣灵就降临在你的身上 一个刚刚信主的人 他不知道 所以要看我们怎么去带领 这是我们要学习的 第四 有困难不知道如何去处理 常在我们的生命中 有许多树林的困难 问问题你问哪一个 没有人在旁边问 那比方说 我记得当年我在新加坡神学院 扶持新加坡神学院的工作 做院长 学生有问题 学生有问题来找院长 教员有问题 移民局的问题 家庭的问题 学生的问题 来问我 那我是我的责任 因为当时间我在教会里讲到 教会里有问题也来找我 那我就感觉到 这个供应一切的需要 需要有更多的祷告 更多的灵兽 那么问题来了之后 我有了问题 请问我去请教谁 对了 你们说对了 你们已经抓到这个笔诀了 我自己去问神 我去找他 所以这个是我个人感觉得到 有问题的时候 我不知道怎样处理 来到神里面 每一个人都学习这个功课 那环游第五点 我们在这里讲到 我们在灵命近身的光景里面 常常有一个是 听得太多 教导得太多 这个人这一派讲 那一派那一派 又有什么归宗派 有福音派 又是灵恩派 这么多的派 广加尔文派 一边一边 讲得救的问题 讲成圣 讲完全的问题 一共反八大派 那我莫中一世 我该怎么 我是属于哪一派 那这也是我们 灵命长进的问题 听得太多 我会忍得太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